周首映 因为台北年龄节 其实这一次我应该是第十次参加的 然后每一年应该没有间断过 从我研究所毕业后 然后直到现在 然后每一年我们都试图去学习拍摄一个电影 不管是纪录片或剧情片 然后作为在这边放映 我觉得就是尽相请却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人 就是我在这边念书 来到这边看十年了 然后第一次在台湾拍电影剧情长片 然后就跟那么多好的演员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害怕 因为在国外放映我觉得就没有那么怕 因为有些东西外国人不了解 但是在这边我觉得 所有的业界的前辈 然后所有的熟悉的人 就有一点点怕 很担心 我再让你更怕一点 待会外面一千个位置全坐满了 那全打电影剧能不能要起电影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演戏的工作机会的时候 然后就先写了一个在拍完这天晚上之后 先写了一个关于临时演员的一个剧本 然后接下来因为2007年发生 就是美国华罗斯的M2的事情 然后让我想到就是我12年前 在当临时演员的时候 也曾经拍过第一个广告 然后有被羞辱过的经验 就是我觉得有才会想起来说 那个时候可能是有点轻微的创向朱后局 所以就把这个想法就写了一个 作了秘密的剧本 所以是自身的经验加上对外部社会的观察 产生了这样一个精彩的剧本 不止 剧本里面要讲的里面涵盖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就是跟 因为我在这边出生长大 所以很期待台湾的观众朋友看这个电影 看完都知道了很多电影在里面 看完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那说一话 这是第一次以自己的奏品 参加台北电影节的开幕片对吗 对 今天很荣幸可以参加台北电影节开幕会 然后我觉得这个片真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秘密 然后我觉得其实也就像 其实我们在坎城有些人就看过的第一次 但我真的觉得 因为太多导演藏了太多的秘密跟细节在里面 所以我今天很期待来看第二次继续找到 我上次没有找到的秘密 所以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就是细细品味 然后多看一次会找到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OK 送一话这里面的演出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 谢谢 谢谢 蜕变了 来 夏宇强 那在这片片里面应该看到夏宇强的精彩的演出 太像了 对 首先真的很开心能够参加台北电影节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 然后开幕片 有一种 其实我今天真的非常紧张 比在坎城那时候放映的时候还紧张 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台北电影节对我来讲 有一种很熟悉又很陌生 因为我曾经好几年都是拿着小本子 然后看着小本子的时间 然后去看每个不管是短片啊 还是台北电影节悬闹的片子 然后也看过好几次台北电影节的开幕片 但是都坐在观众席 所以这一次突然站在这真的是 非常谢谢整个剧组 然后谢谢导演 然后谢谢可惜 然后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有这样给我一个机会 然后演到三号这个角色 尽管他在里面很邪恶很黑暗 但是一切都是有缘因的 然后很开心的够参加 夏雨桥在里面的演出 真的让人家非常的惊艳 那个眼神好可怕 好 那李里仁 先简单的 因为戏都在女生身上了 你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还有参加台北电影节的心情 大家好 我是李里仁 我在《主要秘密》里面扮演的 是妮娜的经纪 可惜的经纪人 是个外蛋 我是外蛋 不能这样讲 每个人都每个人的立场 每个人的需要 这样的付出的那一面 那Mark只是说了 他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来来来来 很开心的能够来到这边 然后很高兴 能够很早安 能够有机会 让我参加戏里面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今天 因为我没有看过完整的片子 所以我今天来 我是想看每一位前辈 或者是说我欣赏的这些 他们如何在赵导演的调整之下 好像每一个演员的角色个性 跟本人的个性 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反差 所以我今天是来看大家怎么表演 OK好 我特别开心在台北电节 常常看到你女人 因为台湾电视圈 有非常多演戏经验 非常丰富的演员 他们蓄积了非常多的能量 就整个台湾电影圈 给他们一个好的角色 印象深刻 所以希望你以后 每年都有做力 在台北电节 谢谢 好 那我们就 制片人 大牌 算是一个资深的制片人 大概是因为 我是这个系里面最年长 所以去找我演这个角色 然后演了这个以后 我才发现 第一个当然导演 过去的这些作品 就让我相当期待 得到我做 另外一个就是可惜 我所知道她曾经有一些背景 我就很有趣 想说她怎么样 把她过去的经历 成为一个这样的 可以拍出来 让她看得起来 又感觉的一个戏 但是整个过程 是非常奇妙的 当然 我自己结论 我自己的感想是 真的 工作的时候 要对所有周遭的朋友们 都客气 因为有一天 十年后 一个姓名 一个三年水的 一个老演员 曾经对我怎么样 真的 所以我真的要小心一点 好 最后就是 希望我们看完这个戏 我们都要讨厌 这个 看完这个戏之后 一定会讨厌 因为我们拍摄 我参与的地方 我自己觉得是冰山的一小角 然后今天终于要看到 整座冰山的样子 所以我很期待 带给观众看 带给我自己的冲击 会是这样子 然后像美杰讲 因为台北电影节 就是我从 原来台湾的时候 第一年就开始 对 成立他们做题 对对对 每一年都很期待 每一次台北电影节 可以带给大家新的作品 或者是跟大家讲 其实没有多 丰沛的创作能力 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一定是台北电影节 比较不熟的演员 对吧 你也是第一次参加台北电影节 对 大家好 我是赵烈 那很荣幸 也非常开心 可以来参加台北电影节 台北电影节的看会 那这次在总人民秘密 可以带来一个找 所以要谢谢导演 谢谢团队 那我在剧中呢 我饰演的是傅董 是Nina的 算是同船的 一个伙伴 同在一艘船 同船 船 同在同一艘船上 一个伙伴 这样子 那 那 我觉得我今天也是抱歉 很期待的心情 因为除了看到我自己 跟可惜 在剧中的 这个剧中剧里面的一个 呈现 会是什么样子 之外 那我觉得是来这里 逛我大家 跟前辈 学习 以及 看好 好看的作品的一天 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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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